欢迎回来,要带你来关心美国复活节假期不平静 发生了夜电枪击案之外 在美国宾州的住宅区以及波士顿的唐人街也传出枪响 我们来看现场的画面 现场警方发起了封锁线 因为稍早一名30多岁的男性 就在波士顿的唐人街路边遭人开枪 枪手犯之后开车逃逸 不过在与警方追逐的过程当中 车辆意外、翻覆、嫌犯、遭到逮捕 目前还不清楚三名嫌犯的行凶动机 那么在美国宾州则是一场派对爆发了枪击 持枪的民众在屋内发射多达90多枚的子弹 当时有数百人在里头开party聚会 那么造成了两名未成年民众丧命 至少有8人受伤 整个复活节假期 美国各地陆续发生了多起的枪击的相关冲突事件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获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对不起